今天是2月3号 首盘来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经济 放量上涨 形成了一个加速突破的一个行情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哪些是重点 如果你对这个方向把握不住了 看不懂的 仔细听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你手中还没有数字经济相关票的 那你应该是做股票做起来不合格的 对吧 这是一条大组线 这是一个明显的反转行情 在这段时间提醒了多次 在这段时间提醒多次 其实每次上涨的起点为止 我都提醒了 如果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能吃一波大肉 把握好这个节奏 也能吃一波大肉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接下来该怎么走 其实我们从量能来分析 这段时间量能 大家发现没有 放量了 我一直强调大家 放量了该怎么办 突破 就是有效突破 对吧 然后我们看 这里重新跳空 你要放量 那么就是有效突破 接着涨 继续涨 而且有加速的预期 看一下 这三根K线 大家是不是发现 我昨天跟大家说过 这个高位出现十字星 放量了十字星 因十字星 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什么 出货 对吧 一种是出货 一种是什么 洗盘 洗盘怎么办 反包 对不对 今天就是一个明显的反包行情 而且我们可以根据这个K线判断出它是一个多方炮 多方炮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开炮 进攻 对吧 这位说大家明白 理解吗 所以数字经济在这里要什么 加速了 这个时候啊 是加速的时候 可能是吃大肉的时候 但同样也是面临着风险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庞勤啊 很多票在加速推高的过程中 往往预示着获利盘柱大啊 巨大就会有获利盘砸盘 对不对 一旦你的票顶不住这个抛压 不就冲高回落 或者说高开低走的大英镑 那这个时候不就高位接盘了吗 所以啊 大家注意 如果你手中还没票的 你就盯紧这个方向 这个是什么 五日均价限 只要他能够守得住 他能够顶得住 可以继续躺 好 看个股 这个是重心啊 今天又有多支票涨停 对吧 甚至有多支票连续走涨停 那么哪些票是重点呢 大家看啊 福时涨了20利比 这个毫无疑问啊 需要注意 需要重视 这个前面在这里涨过一波 对不对 在这里涨过一波 调整后 大家是不是发现问题 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 这个是六四天线 这个支撑位附近 应该迎来超跌反弹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呢 这个六四天线强支撑位 你可以潜传 等待新周期的到来 对不对 在这里也好 在这里也好 这一波潜伏进去就能够吃肉 吃大肉 但是涨到这个时候 存在的压力也变大了 看这里 看这里 下周他再涨的话 命令的压力 非常之大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想要冲过去 还是有一点的难度的 手中没票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样看 如果他有一个分歧点 也就是说分时的一个低点 你可以考虑在五无线附近 做一个低吸 没问题 对了 吃肉 吃大肉 但是手中有票的 你看这个高点能不能过 过不去 选择落袋为安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在这个无线附近 这个附近做低吸 就算你做错了 他也会冲高 给你解套的机会 给你高位出逃的机会 至少亏损 不过很大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其他一些票 像这个平质信息 出力信息涨幅度 到十一个 十个点以上 其实尤其是初年 大家看一下 这个票尾盘是超预期的 对吧 说真的 这个票在尾盘 确实是没想到 整个盘面来看 他今天全天属于一个什么 高位的一个震荡 高位的震荡 对吧 他整体是在这里 大家看 就是在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震荡 跌不下来 如果他真要跌的话 直接往下杀 是不是 杀了五军 那些附近 他既然杀不下来 以这个分石图为支撑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做一个跟踪 大家看尾盘 之前在抢筹 实现了一个反暴的走势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 强势的信号 下周有继续冲高的需求 下周有继续拉高的一个预期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 像这种票 手中有的只要能够守住 这个五日军架线 这个是五日军架线 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手中没票的 想参与的 可以在这个五日军架线附近做低息 记住啊 追高要谨慎 因为这种票的话 他短期出现连续的强梁拉伸 偏离的这个五日军架线 获利盘巨大 那在这个时候 一旦几大的过程中 没有资金去接 就会造成他一种什么 冲高回落的走势 这个票确实是 尾盘资金抢筹比较明显啊 亚尔康的话 这种说真的 表现就比较稳 对吧 一路震荡上行 整体来看 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走出了一个什么 有点加速的预期啊 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可以做一个博弈 五日军架线做一个博弈 博对了 同样的吃肉 吃大肉博错了 那么你也考虑做止损啊 好 这是涨幅居前的这几个票的情况 其实啊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这些核心票啊 这个比如说像这种 反包票 你就要注意了 反包预示着他 洗盘的结束 他进入了新周期 对不对 那像这种票的话 他就有机会再次挑战高位 挑战上方的高位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这个压力在这里 所以说下面他接下来要焦点就在这个位置 记住啊 看量能 这个量比这个量感觉要大呀 对吧 所以他有机会突破这个位置 甚至有机会挑这个位置 后期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重视了 一旦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明显的什么压力 那就也要跑路了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这里 第二个是这里 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还有这几个啊 是属于什么年版票 大家看啊 同为股份啊 这种属于那种一字版上去的 手中没票了 那么这种票怎么办 这种票大家要注意了 要小心了 不要轻易的去顶啊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这种票的话 很容易高位接盘 高位站岗啊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谨慎了 汉王科技也是一样的原理啊 一字版上去的 大家不要轻易的去顶 给你机会了 说明的就是接盘站岗的时候 大家看啊 深逊股份 今天出现一个涨停 这个涨停以后有意思啊 这是个什么走势 大家如果你大多看分视图的话 这是一个反包版 对不对 是一个弱转强 大家觉得是不是 那我们看到K线就更加明显了 昨天一个长上瘾 今天直接反包 所以啊 下面他接下来要挑这个高位 也说这个位置 要突破过去的话 大家看量能 再看这里量能 他今天是一个收量涨停板 他如果再涨就面临高位的一个压力 放量分歧 朋友们注意啊 就是今天没有入场的 那么接下来冲高的过程中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 你不要去追了 一旦追错了 就是冲高回落 高位站岗了 当然他要在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一个烂板 放点一个烂板 以后再次出现弱转强 反而是机会 是一个突破的机会 这个票大家的空间就打出来了 他的优势在这里 流通制造的11亿多 所以说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可以重点的留意下 当然啊 没有票的追高还是要谨慎 荣联科技 这个票我在前面多次讲过 对吧 如果你听到我视频的 或者说经常听到啊 这个票我觉得大家应该不陌生啊 我记得在这一段时间啊 这段时间重点讲过 告诉大家上车潜伏 是吧 还有在这一段时间也跟大家讲过 什么意思啊 强支撑位 也就是我们说的60年线 大家看一下60年线 这强支撑位做什么 低吸潜伏 以后他盘中急拉 拉高 你可以选择获利盘 出他兑现利润 也可以选择他 等他冲高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票还没吃到肉的 还没做对的 那我真的无话可说啊 说了很多次 这个60年线这个附近 你可以低吸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低吸的想想 是不是可以吃肉 吃到大肉啊 广博股份 今天也是直接啊 一个掌铁板 这种票的话 股性偏弱啊 整体表现一般啊 像这种票 大家记住呀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啊 因为他容易出什么呢 这里 看没有 容易出高位的一个放量的英镑 这里就怕来个冲高回落 一个放量大英镑 所以去追的话 追错了 那里就高位接盘了 这边整体股性偏弱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持续性不是太好 好 这些是前排的涨停的票 其实还有一些重点票 大家看 比如说像中国软件这种 早盘啊 表现一般下午资金回流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冲榜失败啊 冲榜没有封注 然后整体来看 今天放了巨量 像这种票 前面跟大家讲过 他是属于什么位置呢 中均的位置 中均的位置 据说啊 他整体来看 就是走震荡上行 这里走一波 涨了70来个点 这里再走一波 也是有这可能性的 所以大家是逢低关注 在这一段时间 我是重点讲过这个票 对吧 告诉大家 要怎么办 逢低关注 逢低前伏 说了很多次 说的很明白啊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站 站进去了啊 冲进去了 想想这一波反出反弹 是不是吃肉啊 吃了辣肉啊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什么 要注意这个节奏 控制这个节奏啊 那我们来看 吃特期 这个票是属于一个什么 震荡上行 整体的票啊 这个票涨幅之前 你会发现 这个票是属于一个底部 非常明显的一个异度 所以啊 像这个票 大家要注意了 短期放置量啊 他有底部启动信号 再加上他的强压力位 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12块多这个位置 所以他还有一定的潜力 有一定的空间 好 你手中有票的 像这种票 你就继续躺 继续看多 守住这个无线 继续看多 手中没票的 也可以看到这个无线附近 无线附近 做一个低息 做一个博弈 博对了 同样的可以吃肉 吃大肉啊 这大家都注意的 他后期 一旦在这个位置 持续爬坡的话 就有可能迎来一个什么 加速的预期 他有一个优势 价格10块钱 扭通值才20亿 这是他的优势啊 所以拉起来会比较轻松 还有一些前期的人气票 核心票表现也不错 对吧 大家看一下 容积软件 对不对 容积软件 263 这些票是不是都迎来了一个资金的大幅度 律动 所以啊 大家只要保护好低点的一个潜伏 很容易吃肉和汤 好 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